好,回來了 12月11日至12日 外交部副部長謝鋒在河北狼房見過 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 白宮國安會中國事務高級主任羅森伯格 他們開了會 昨天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就在例行記者會介紹了這些情況 究竟中美兩國說了些什麼呢? 雙方圍繞落實中美元首巴里島會晤的共識 推進中美關係指導原則磋商 妥善處理雙邊關係的台灣等重要敏感問題 亦加強各層級交往和開展相關領域合作 進行深入溝通 並且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議題廣泛交換了意見 汪文斌亦說 在會談中 中美雙方要將落實兩國元首巴里島會晤重要共識 作為下階段穩定和發展中美關係的主軸主線 堅持元首外交戰略引領決不動搖 落實兩國元首會晤共識不打折扣 推進雙邊關係全過程管理決不放鬆 對外釋放正確訊號毫不含糊 本著對兩國世界和歷史高度負責的態度 加強溝通對話 開展互利合作 妥善管控分歧 推動中美關係重回 健康穩定症軌 靈和博弈的冷戰思維必須摒棄 事識形態對立和集團陣營對抗必須反對 脫勾斷工和科技打壓的錯誤做法必須停止 美國佬就照樣去去的 斷工和科技打壓 這個就很難停的了 說個真話給大家聽 汪文斌亦說 中方強調 中方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 三大原則發展中美關係的建設性態度始終如一 這是真的 可謂指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 這是真的 台灣問題就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中的基礎 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疑的紅線 謝鋒副部長 美台高層往來 美國授台武器涉台法案 這些錯誤行徑再次表明嚴正立場 敦促美方以實際行動確守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 王文斌說 中方指出 中方不會迴避 亦不怕競爭 反對以競爭定義整個中美關係 反對以競爭之明 行這個壓制 打壓之實 美國有美國的價值觀 中國有中國的價值觀 應該相互尊重 不能夠強加於人 亦不能夠干涉別國內政 中方堅定維護 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關係 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以及以聯合國憲章中指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不接受個別或少數幾個國家 出來搞所謂的規則 中方依法處理有關人員個案 美方應該尊重事實 尊重中國法治 汪文斌亦說 在烏克蘭的朝鮮半島核心問題上 封部長重新了中方明確而成的立場 雙方一致認為會談是坦誠深入建設性 同意繼續保持溝通共同 落實好兩國而首 重要共識 這就是汪文斌說的 有什麼進展呢? 老實說沒有進展 什麼進展都沒有 其實就是 說話交了底 但是 算不算是有實際意義上的進展 什麼都沒有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中美關係不好 大家都見得到的 在這個大環境之下 關係不好 做生意也是很難的 有些人 沒有辦法的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有些網友留言 Johnny Wong說 現在大陸人看著買藥和康源 這也是 每一個地方 一開了的時候 最初的時候 那些人一看到 咦? 身邊的人都病了 他們就會去買藥 有時候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也是 反映一件事 就是 你那個 供應 在這些緊張的情況下 一定會有問題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最初有新冠疫情的時候 在外國也是一樣 根本上 那些人就是買了一大堆藥 在家裡 都怕自己會有問題 是沒有辦法的 那 這個 C Jojo就說 在大連的外伴公司 已經開始 Web from home 到新年再Review 其實 沒有辦法 內地的情況 跟外國最初開的情況 是一樣的 有很多公司 都是要Web from home 現實是這樣 因為如果你 那些人都聚在辦公室 也是很大的問題 還有就是 現在在國內的情況 我到現在都認為 是不理想的 有很多事情都是不理想的 孫春蘭 為什麼出來去搞 其實都是因為 有其他不理想的情況出現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是沒有辦法的 這件事 那麼 拖得車又說了一件事 就是香港的快速炮 就會被搶購 又挑起內地跟香港矛盾 一定會的 現在最初就是那些必利通 那些事情 他們又有渠道 運到內地的 那些人買了 其實你記藥本身也很麻煩 那拖得車說 工廠沒有得Web from home 問題是這樣的 工廠有些重點的廠 他們的疫情防控措施根本就沒有收緊 你要記得他們可以分開來做 就是社會面還社會面 工廠還工廠 其實這樣做得不行 我的看法就是得一會 接著到最後都是一起驗的 其實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陣痛是要經過的 如果你說我們特別的 就是我們中國特別的 這個陣痛是不會經歷的 那我就告訴大家 沒有可能 真是對不起 就是你有舉國優勢這個體制 這個舉國體制這個優勢 其實都沒有用 在這些情況下 是大家齊齊染疫的話 你只能舉國染疫而已 就是對不起 我都 有些人強調這些 我都忍不住笑 你沒有辦法的 現實就是 現在你看看能不能夠 能夠護到醫療系統 我認為內地 都是應該可以 能夠護得到醫療系統 但是你說 會不會有些地方 那些人會 離開這個世界 我就告訴你 這個是沒有可奈何的 是一定會出現的 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是很慘的 那個情況 那好吧 C.Jojo說 那間公司已經有很多 小伙伴病了 就中了 其實是會中的 沒有辦法的 因為其實北方 是這樣的 他們很多措施 一放寬了 其實那些人 就變成是齊齊染疫 其實就 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現在是避無可避的 要有心理準備 最好當然不要惹到病 所以我們還是說這句話 如果你還是擔心會中新冠 最好當然不要中 但是我還是說給大家聽 沒有辦法避 你看一下 那個現實就是 美國那裡 他們沒有把那個病毒消滅 英國西方沒有把病毒消滅 那你全世界就只能夠跟他們 因為那個病毒 就仍在世界周圍流傳 你清零就很難頂的了 其實也講過真話 好啦 拖得車他就講 那些內地飲食KOL 講什麼 其實他講的話 我也講過 很多話 我也講過那些說話 其實內地 在一些比較偏遠的地方 就很危險 他們當然 他們有辦法再做封控 但是現在封控的情況 他比較難 就是他很難再用國策 來正確自己的做法 因為國策已經沒有寫可以封控 根本是告訴你 不可以封控 如果出事的話 其實就很麻煩 那些地方 小地方其實是慘的 沒有辦法的 好啦 講到這裡 就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講其他話題 這個3號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